人生万变,起跌无常,风雨同路,与你同合 台湾有三四百万的客家人,但是信耶稣的非常少 大概就是拜祖先的方面,拜得比较认真 后来看了我们有追师山里以后,越来越多人就来愿意信耶稣 耶稣改变了祂的生命 我心里想说,哇,那么棒哦 我也要来信耶稣 温牧师就常常提醒我们,耶稣爱穷人 所以我们也要关心穷人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在发展这个全人关怀的工作 我愿意把我年轻的岁月奉献给客家 我也没有想到还有机会接客家神学的院长 我们的学校非常的要求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也特别针对客家 台湾新北市三峡区有一个客家文化园区 以客家传统的建筑、土楼、望楼和通廊等等元素打造 而里面常设的展览就有许多客家传统文物和服饰 特别介绍的是客家传统蓝染工艺 它结合了现代服饰设计 造成各种简单、朴素、又具文创特色的衣服 非常漂亮 为了增添趣味 为了增添趣味 原因是台湾的人口中其实有不少是客家人 是构成台湾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台湾现在我们估计有四百万的客家人 集中在台湾的北部的桃园、新竹、苗栗 台中有一些 南部就是高雄的美农 美农是最有名的客家状 另外就是屏东 也有一些乡镇也是客家人 东部就是花莲跟台东 四分之一的人口也是客家人 温永生牧师是台湾屏东的客家人 他特意来到桃园市屏镇区 在这里开拓教会 目的就是想接触客家人 向他们传福音 但是他发觉面对不少困难 整个台湾2017年的基督徒比例是 6.9% 百分之6.9% 可是客家人只有0.6% 只有差了十分之一 客家人在台湾不容易信主的主要原因 跟别的族群不同的 大概就是拜祖先的方面 拜得比较认真 台湾北部的客家人 很多这种坟墓 这坟墓呢 右边左边都有一个门 所以他们会把那个骨灰 余年有一定的时间 从右边的门进去 然后放在一个他们安排好的位置上 所以这种坟墓呢 可以放一百多个都有可能 所以他们每年清明节的时候 就会来这里扫墓 那是整个家族 因为所有家族的祖先都在 都在这里 台湾的客家人对宗族祖先非常重视 有一些客家的大家族建有非常大的祠堂 每年都举行很隆重的祭祖仪式 因为台湾的客家人把大陆拜祖先的传统保留得最好 直到现在台湾客家人拜祖先扫墓 都是整个家族一起扫墓 一起在池塘祭祖 所以客家人面对福音的时候 他想到的就是整个家族的压力 他面对的不是小家庭的父母兄弟而已 而是面对是整个家族 所以很多客家人 特别是男士们 他们要相信耶稣 要受洗 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容易 记得我刚刚毕业 我们教会就有一对老夫妇要信耶稣 在台湾那个时候说 有三种人很难信耶稣 一个是乡下人 第二个是老人家很难 第三个是客家人很难 而这对老夫妇是集三个男 在他们身上 又是乡下人 又是老人家 又是客家人 所以我非常兴奋 我们就帮他拆我像 拆完我像以后 第二个礼拜我去探访 邱老弟兄就跟我说 温禅道 你上个礼拜来 你把我邱家的主线牌 拿下来的时候 我的心像刀刺的一样 我听了以后 心里面吓了一跳 所以我就把他的话放在我心里 我就想说 假如我要继续在这里传福音 要把教会建立起来 拜祖先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在想大概很难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很认真 推动基督教的进主的工作 在温牧师的教会礼堂里面 会看见在墙壁上 挂了很多不同家族的世袭表 原来温牧师觉得客家人 把一些祖先灵牌 淡作神明来供奉和拜祭 并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但是他也不想信徒 赎典望祖 废弃所有纪念祖先的行为 所以他就鼓励信徒 以合乎圣经的原则 去纪念祖先 和进行拜祭的活动 因为传统的祖先牌 我们觉得不合圣经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 像圣经有家谱 我们就用电脑 排版 列印 表框 然后就挂在 最明显的客厅的位置 让还没有信主的亲友 来了 可以看到 我们基督徒 没有把祖先丢掉 那清明节的时候 我们就鼓励教会 可以办一个进主大会 我们就设计了追师山里 一个是稻水礼 饮水思源 所以我们在做稻水礼的时候 我们向圣父祷告 那第二个礼是献花礼 然后跟圣子耶稣基督连结 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祷告 那第三个礼是典祖礼 跟传统连结就是光宗耀祖 然后也跟三位一体的神 第三个位格 圣灵连结 就是求圣灵光照 在敬拜上帝的仪式当中 带出追师祖先的意义出来 后来看了我们有追师山里以后 那客家人因为这样子 有这一个解决 拜祖先问题的做法 越来越多人就来愿意信耶稣 因为我们是传统的宗教 那些也没有接触到基督的信仰 民间很多宗教就是有神又鬼 总之心中会害怕就得会不安 我出门要看日子 做梦也要看周公解梦书 然后朋友生病住在医院 我要看翻一翻农民地 是不是探病凶日 然后算到自己的名字不好 就要去改名字了 总之就是很害怕就对 没有平安 心中没有平安 后来就是有一次的圣诞节 到了教会 有一位牧师他在分享 说他过去就是大流氓 走间一巷走厨房 后来因为认识了耶稣 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 我心里想说那么棒 我也要来信耶稣 我当天就觉知了 因为在教会聚会之后 信耶稣那么好 他们就看到我很开心 就觉得我整个人就改变了 特别有一次看到创世纪 原来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 这位神那么伟大 过去都拜的就是人造的神 就是觉得说很没有意义 信耶稣 信上帝 信这位独一的真神 造人类的神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 所以心中就有真正的平安 由于温牧师非常投入 客家人的福音工作 在教会里非常忙碌 他的太太也跟他一起 很努力传福音 但是却忽略了夫妻之间的关系 因为温牧师他结婚之前 他就跟我讲过 他说他是很拼的 客家人是很拼的 过去客家的事工一直很艰难 温牧师就一直冲啊 只要有人邀他 他也不太会拒绝 我也觉得好啊 你去外面冲啊 我觉得传道人夫妻需要有谈话 有交心的时间 平常都很忙嘛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抽空 像礼拜天啊 或是礼拜一有空的时间 我们就会出去走一走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同心祷告 另外就是我们会利用出去服事 在车上的时间 一起交通 一起祷告 就是要把握机会 后来温牧师和太太 拥有更好的婚姻关系 他也会辅导一些夫妇 又或者一些将要进入婚姻的男女信徒 好好建立关系 温牧师夫妇在教会 世事以生作则 成为信徒的榜样 这个教会让我觉得 我是被关心的 因为我自己呢 从小的背景就是比较缺乏爱 因为来自于单亲家庭 但我进来这个教会呢 就接纳到大家的这样一个关怀 那时候还很年轻 那师母也常常会为我的婚姻祷告 像妈妈一样地关心我 很感谢神 因为我跟我的弟兄 我们是在教会的交友营认识的 那我先生呢 他也是主内的弟兄 我们也有一个小孩 像国中二年级了 牧师呢 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牧师 特别关心老人家 会主动地去陪伴他们 然后为他们祝福祷告 牧师呢 对人的影响就是潜移默化的 他不会很高压地来要求执行一个事情 但是会渐进式地达成他想完成的一个目标 他设定一个目标可能会放长远的 但是目标一旦设定之后就是坚持到底 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印象 一个学习的榜样 来教会 好不好 教会 耶 说爱你啊 为了向平正区的客家人传福音 温牧师会用很多活泼的方法 例如在复活节 他们教会有游行活动 这一次的复活节 印象最深刻就是 那天是下雨 那牧师还是带领着大家 在复活节游行 在大街小巷来走路 然后宣扬耶稣复活 中间会有定点的节目表演 可能跳赞美操 或者原住民舞蹈 在走的过程当中 就沿街跟这些的邻居说 耶稣复活啦 耶稣爱你啊 宣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 所以有些人就会很好奇 想听听看或看一看这样子 虽然有困难 我们继续坚持 上帝也会继续带领这样子 一直以来 温牧师都坚持 在客家人当中传福音 原因是他在年轻的时期 就向神承诺 委身客家人的福音工作 这个就成为他毕生的使命 我生长在台湾屏东 一个很乡下的客家地区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 但是我知道高中以前 我的目标都是要考大学 所以对信仰我是没有放在心里面 大学考上了 我就要决定一下 到底我要不要信耶稣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参加学校团区办的木道办 讲员告诉我说 人从哪里来 人有一天会往哪里去 然后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讲员呼召的时候 我就举手了 当我越来越读圣经之后 我就想到到底上帝要我做什么 那当然之前我就听说了 台湾有三四百万的客家人 但是信耶稣的非常少非常少 福音在客家地区很荒凉 然后客家的教会都很落小 福音的工作不好做 有一次我在新竹的教会聚会的时候 那个教会只有二三十个人做礼拜 那老人家居多 那我就真的体会到客家的教会 是那么落小 福音的工作那么荒凉 当我回到台北的时候 开始有一种感动 就是客家的教会 都要复兴 那人才很重要 所以就开始为这个祷告 大概祷告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越来越清楚上帝的带领 那时候考上台道 画工系 所以在我们村子里面 我所知是那几年 是我唯一考上台大的 当然我父母很高兴 以我为荣 所以我就知道假如我大学毕业 就去读神学院 会闹家庭革命的 虽然知道妈妈不是那么同意 我走这条路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顺服上帝 那我相信上帝有一天 也可以让他看见 这条路是蒙福的 后来我神学毕业了 我在教会服饰也结婚了 后来我也有机会 我就带爸爸妈妈从南部 到北部来一起住 他看我们的服饰 看我们的生活 好像不是他想象那么苦 我到桃园的平正开拓教会 发现我们那个社区 是蛮多很基层的人 不少生活很辛苦的 那我自己出生也是比较在基层的 比较乡下的地方 所以我对社区的这些朋友们 会有一种怜悯的心肠 温牧师就常常提醒我们 耶稣爱穷人 所以我们也要关心穷人 起初温牧师透过一些 比较富裕和慷慨信徒 所奉献的金钱 在新年的时候 购买一些物资 帮助那些比较缺乏 或者贫穷的人 但是后来他发觉 这样是不足够的 好像这样做 只有过年的时候 帮助一些人 可是平常呢 真的有极难的家庭 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再帮助他 我们就成立了 征服器全人关怀协会 大家都可以来做慈善的工作 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 有做落实儿童的安亲班 就让他们来教会 几乎免费的方式 我们有老师同工 就辅导他们的功课 另外我们也对社区里面 有极难的家庭 他可以申请 多给他两万或三万的 这种极难救助 一个及时的一个关怀 跟帮助 那时候我还是 征服器协会的李市长 我就建议他们 我们要办一个二手店 爱信二手店 鼓励社会大众捐东西 你用不到就捐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很便宜地 卖给经济困难的一些人 卖到的一点钱 集合起来 又可以去做急难救助 我觉得这个多功能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 后来新任的李市长 他又设了一个医库银行 是免费的 就送给一些清寒的人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 慢慢在发展这个 情人关怀的工作 客家人的福音需要很大 但是温牧师和这一区的 教牧人员看见 不是很多人愿意来到 这些客家地区侍奉 所以他们早在2000年的时候 就借用一家教会部分的地方 开始建立神学院 培训人才 服侍教会 不过起初真是很艰难的 我是2001年 开始接客家神学院的院长 那时候知心的同工 也只有一位 招生考试 有一个进来 第二年有两个学生进来了 所以我们的学生就慢慢增加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愿意投身客家福音工作的人增多了 他们也经历了一个神迹 一间全新的神学院校舍 竟然可以在不需要贷款之下建成了 这家神学院的设计 也是充满客家传统的建筑特色 半圆形的造型 就是参考福建永定土楼的 那个圆形的建筑 另外福建永定的客家建筑 很大的特色就是窗户的白边 很宽的白边 而且窗户比较小 不过因为台湾太热了 所以我们的窗户比较大 不但是白边我们还是保留了 我们客神这两个字 也是建筑师设计的 客比较小 神比较大 他是故意的 他说客家要小 神要大 客家要荣耀神 客家要仰望神 客家要跟随神 我觉得这个属灵的意义 神学的意义也很好 在神学院读书的同学 都要了解客家人的历史和文化 要学客家话 甚至在毕业的时候 要尝试用客家话讲道 跟客家人传福音 他觉得你对他们历史很了解 或对这些文化了解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帮助 至少跟他们关系会比较亲近一点 我牧师是乌文如雅的老师 他就是讲话很轻声细语 就是我觉得在他身上学到一个很谦卑的功课 不论他的身份背景如何 他就是很尊重的态度 跟对方来交谈 这就是我在他身上学习的这个功课 我们的学校非常地要求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也特别针对客家人传福音 用客家话或者是用客家的文化 去向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也能够看见上帝也是真的很爱客家人 现在我在实习教会做的部分 就是比较是新著名的事工 新著名的话是有从大陆来的 有从越南来的 有从印尼来的 我们也看见 其实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地努力工作 有时候可能礼拜天比较没有时间来到教会 我们真的要想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 可能他们没办法来到教会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拜访他们 可以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们 本来可以为家族吐气扬眉 为自己创一方事业 但是温牧师却选择放弃了这些机会 反而去到一个穷乡僻壤 开拓教会 为的就是要把永恒的福气 带给一个被忽略的族群 神结果大大赐福他的事份 而他自己也感到今生无悔 我读的大学算不错的大学 我就想假如我一辈子 就像读大学的时候 看到那个新主的教会 就二三十个人 我就是守在那里 很中心在那里服侍 可是我的教会就是二三十个人 我说这就是我的一生 我就觉得好不甘愿的感觉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 那天就很难过 也流了好多眼泪 心里平静下来的时候 我就跟上帝祷告 说主不管如何 我愿意把我年轻的岁月 奉献给客家 我就没有想到不久后 桃园平正 我就可以去那里开拓教会 我也没有想到 还有机会接客家神学的院长 所以我回头看 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 上帝在我的一生中 太奇妙 太伟大 我心中充满的感恩 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满足 没有任何的遗憾 由认识主耶稣 到奉献自己一生 为神的福音工作 温牧师觉得自己一生无憾 因为这个选择 他觉得是最好的 今天你有没有为自己 选择最好的人生方向呢 你会选择金钱 名利 还是一个丰盛 快乐 满足 而且有永生盼望的人生呢 跳牌 跳牌 爱给主线 出彩散途 你跳出来 天都上满工作 哦哦 跳牌 跳牌 爱给主线 出彩散途 你跳出来 天都上满工作 哦哦 不难乱 满钱穷 啊 刚萦绕 三度都是好养 走起眸 有出路 这种提心再天打 有给班 哈嘎哈嘎你 累赞你 餐地双 祥乃天胸 哈嘎哈嘎你 累紧吧 多谢大家收看恩宇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